分手八年之后 刘鸾雄跟前女友吕丽君首次同框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刘鸾雄跟吕丽君带着保镖 一起出现在香港花家宝商场 这个商场是刘鸾雄旗下的物业 刘鸾雄跟吕丽君已经分手八年了 这八年里两个人生活是互不打扰 可是这次两个人罕见同框 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 刘鸾雄跟吕丽君分手之后 大大方方跟甘比结婚了 这几年 刘鸾雄一直跟甘比生活在一起 而且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身家都给了甘比 对于吕丽君 刘鸾雄的态度很明确 分手的时候 他特意登报说明了 他还说 自己不会分家产给他 还把吕丽君的两个子女 从家族信托基金的名单中去除了 刘鸾雄说 自己之前跟吕丽君在一起的时候 前前后后给了他价值20亿的珠宝 股票 现金 奢侈品等等 足够他们母子三人生活了 同时 他还会免费提供豪车 豪宅跟四人飞机 给他们母子三人使用 刘鸾雄之前的分手也是非常的彻底 她是连吕丽君的子女也不见了 搞得吕丽君的女儿刘秀莹 多次在网上说思念父亲 并且发了小时候跟父亲的合影等等 可是刘秀莹很多重要的节点 比如说毕业等等 刘鸾雄依然是没有出现 刘鸾雄之前做得如此绝情 可是这次他却突然跟吕丽君一起同框出现 确实让人想不到 同时 这次干比也没有出现 于是有人猜测 刘鸾雄跟吕丽君是不是要复合 还有人猜测 吕丽君是不是回来 跟刘鸾雄谈判要争家产了 最近刘鸾雄也是挺反常的 他先是给吕丽君的女儿刘秀莹送了一个卡片 因为当天是刘秀莹去参加一个舞蹈比赛 于是刘鸾雄跟女儿送来了鲜花跟卡片 然后现在 刘鸾雄跟吕丽君又一起同框出现了 干比又没有陪同着 确实让人想不到 当天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那就是刘鸾雄跟吕丽君一起出来的时候 刘鸾雄突然对旁边一个路人疯狂大骂 有知情人士说 当时这个路人好像不舒服 然后在柱子旁边休息 可能是挡住了刘鸾雄的去路 刘鸾雄突然大怒 于是就疯狂骂这个路人 其实这不是刘鸾雄第一次在商场骂人了 几年之前 刘鸾雄带着孩子外出吃饭的时候 因为一个模特差点撞到刘鸾雄的孩子 结果刘鸾雄也是跟对方对骂 刘鸾雄是香港知名的富豪 他如此做确实有失身份 不过他这个人一直都是如此 都是恩怨必分的 那么这次刘鸾雄到底是为什么 特别跟吕丽君一起出来呢 其实应该不是富豪 也不是吕丽君回来挣家产 而是刘鸾雄如今年纪大了 他也是想开了 刘鸾雄之前曾经说过 甘比肯定是他最后一个女人了 这几年 刘鸾雄跟甘比确实也是很恩爱 甘比一直默默照顾刘鸾雄 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刘鸾雄也是把家产都分配好了 大儿子刘鸾雄分到了小部分家产 剩下的家产几乎都留给了甘比的三个子女 在甘比子女长大之前 甘比就可以代位管理这些资产 当然刘鸾雄是这些资产的所有者 但随时可以反悔 重新来制定分家方案 不过以甘比这几年的良好表现 刘鸾雄似乎没有这样的理由重新分家 估计这次刘鸾雄跟吕立军商量孩子的事情 刘鸾雄大病一场之后 也应该是对人生看开了 他也知道 过去那样对子女是不对的 不应该对吕立军的孩子有偏见 所以刘鸾雄最近才会对吕立军的子女态度改变了 其实对于吕立军的两个孩子来说 他们需要的不是刘鸾雄的家产 而是来自一个父亲的真正关心 刘鸾雄也是一个非常疼爱孩子的父亲 过去他的性格太强硬 如今年纪大了又病了一场 估计也是渐渐想开了 他就是刘鸾雄 一个在情场备受争议 并且让狗仔爱不失手的人 却在商场不断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 他的一生恰似传奇一般 又在传奇中带给人们无限的思考 在名与利 情与意之间 应该何去何从 也许看完刘鸾雄的一生 我们会有所启示 1951年 刘鸾雄出生于香港 当时也算是家境比较富裕 父亲在当时开米铺 开制衣工厂 家中生活还不错 不过后来父亲被人欺骗 导致家道中落 父亲也只能回家无所事事 就在这一段关键时期 锻炼了刘鸾雄的耐力和毅力 在这段时间 刘鸾雄生活十分糟糕 根据他的回忆 十岁之前 刘鸾雄都睡在地板上 条件艰苦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砍柴生火烧开水 各种家务 刘鸾雄都要学习去做 也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刘鸾雄在内心默默告诉自己 以后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果然 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刘鸾雄的父亲 做吊善生意又翻了身 并且趁此机会 让刘鸾雄出国留学 学习更多 细界先进的思想以及知识 这段时间的学习 对于刘鸾雄而言 是一生受益的 因为这些时间的学习 让他的视野和思维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面对问题和事情的时候 他的想法总能快人一步 学成回来之后 一开始 刘鸾雄是帮助父亲 管理吊善生意的 可是两人在销售渠道方面 产生一些意见分歧 刘鸾雄认为 吊善卖到北美 肯定会挣钱 和父亲坚决不同意 因此负责二人争吵了一番之后 刘鸾雄选择离开父亲 单打独斗 也就是刘鸾雄这次的选择 让刘鸾雄一战成名 他把吊善卖到了北美 当时刚好 北美流行怀旧风 原本30美元的吊善 在北美卖到100美元 一下子 刘鸾雄就挣得盆满钵满 工厂从原本的22个工人 发展成上万工人 规模迅速超过父亲的工厂 这个公司 就是刘鸾雄的第一个公司 爱美高 后来在港交所上市 募集1.5亿港币 仅仅这么一战 刘鸾雄就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不得不让人佩服 刘鸾雄的商业远见 不过也许你还是会怀疑 这是因为运气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 刘鸾雄的股市狙击操作 1984年 因为刘鸾雄突然爆发 一时间变得有些迷失方向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合伙人 梁英伟与他发生争执 最后刘鸾雄一气之下 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基金公司 就离开了爱美高公司 随着刘鸾雄的离开 爱美高公司失去了核心人物 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报道 人们担心爱美高出现内部危机 所以爱美高的股价不断跌落 从原本的4港元跌落到0.7亿港元 惨不忍睹 大家都觉得爱美高可能没救了 结果刘鸾雄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的股市举机 在股价最低的时候 刘鸾雄联合基金公司 偷偷买入爱美高大部分股票 以至于自己成为了爱美高的最大股东 最后刘鸾雄就把梁英伟赶出公司 自己继续控制爱美高 仅仅这一战 刘鸾雄又是赚了2亿港币 尝到天通的刘鸾雄继续乘胜追击 不断演绎股市举机手的神话故事 他先后对能达科技 华人职业 中华煤气和香港大酒店 4家公司发起进攻 并且全部都取得胜利 经过这次的举机之后 刘鸾雄彻底奠定了自己 股市狙击手的名声 让人闻风丧胆 不过刘鸾雄在取得胜利之后 并没有恋战 而是仅仅保留了 华人职业和中华娱乐等公司 7月公司又被他高价 卖回给公司原本大股东 有了这些成绩的刘鸾雄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人物了 他在富豪圈中也逐渐站稳了脚跟 与郑玉彤 李嘉诚 以及许家印等人关系都不错 并且他在80年代 就已经开始进军房地产 除了香港的铜锣湾 湾仔之外 刘鸾雄还在北京和保利集团合作 开发了北京首个外销住宅单位 北京丽井花园 此外 在上海 深圳等十多个城市 都有刘鸾雄的投资 其累计投资资金规模高达200亿 足以见得 刘鸾雄的独到眼光和雄厚的资金实力 正是得益于这些投资 刘鸾雄彻彻底底成为了香港四大富豪家族之一 在2017年的时候 福布斯富豪榜显示 刘鸾雄身价高达155亿美元 位居香港富豪榜第四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